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观世音菩萨和霍把菩萨原谅 请师父指证 嗯 很好啊 非常非常好 感恩师父 彼此接下来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同修想要改名 他是在国外出生的 他在中国的取名网站上找合适的名字 上面需要输入出生的时辰 同修想请问师父 他出生的时辰应该是按海外的算 还是要换算成中国的时间 他是出生在海外啊 对 他是在海外出生的 海外嘛 你比方说 他在海外出生的话 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 你数什么 你当然应该是按照中国农历的 明白了吗 应该是按照中国农历算的 那那个出生的时辰那些也是要转换成中国的时间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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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时辰按海外的 按海外的 但是还是按照中国的时辰来算呀 听得懂吗 好的 听懂了 感恩师父 第二个问题 同修的儿子今年五岁了 他很喜欢念六字大明咒 同修告诉过儿子不要念 但是他儿子总是不自觉的就念 有时候念很长的时间 同修想请问师父 儿子这么念是否会有不好的影响 嗯 不会的 没关系的 跟他上辈子有关系的 他上辈子一定念过六字大明咒 保佑过他的 嗯 同修曾经梦到过这个孩子是净空法师送给他的一个小沙米 那是吧 那有可能 就是过去过去生中肯定念过六字大明咒的 嗯 那因为六字大明咒他很容易伤害灵性嘛 就是他这样子 他这么小没关系的 哦 好的 他无所指的 没关系的 好的 知道了 感恩师父 嗯 第三个问题是 同修他已经学新民法门将近四年了 哦 对不起师父 像将近两年了 也念了很多张小房子 最近总感觉业障越来越重 想他就想起来他在刚刚学新民法门的时候 在七月半中元节的时候 他跪在家里供列祖列宗和王仁排位的前面 让列祖列宗和王仁跟他一起念大悲咒 要超度他们兜到天上去 当时他跪在那里面经全身都湿透了 他想请教师父是不是这个事情 嗯 会有比较大的问题 呃 不一定的 不一定 如果 如果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什么跪在那里湿透了 你要看的呀 天气是不是很热 哈哈哈哈 是夏天 夏天当然是很热 哈哈哈哈 那就是他 因为他嘴巴里面讲了 就是让王仁跟列祖列宗都跟他念大悲咒 然后让他们都一起到天上去 这样子 最好我们不要讲 嗯 他讲也不一定听得到 要看他有没有能力的呀 看谁讲的呀 同样一句话 一个领导讲出来和一个群众讲出来一样吧 嗯 好了 嗯 明白了 嗯 但是就是他这个事情不一定跟他现在感觉 业障越来越重有关系哦 不会 不会 将他继续念吧 有可能好的 有可能他的业障爆发也 好的 那那如果请问师父 如果他对这个事情心里有芥蒂 他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去忏悔呢 有芥蒂的话 你最少至少念十五遍礼佛吧 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 嗯 好 第四个问题是 同修他过年前想要换一个门面 他就想念十一张小房子给新换门面的药金者 他现在的门面还在营业 他这个新门面跟他这个老门面店铺名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想搬家之前提前给新门面的药金者烧小房子 他的金正处应该要怎么写 一样的呀 跟正一样的呀 给房子的药金者 比方说你是给哪个房子的就写上哪个路名就可以了 他是给门面的 门面嘛 也有地方不啦 有地名 哎 好啦 那地名啊 你这条路的门面嘛就好了 你用不到写号码也可以的呀 哦 某条路的 某个门面 那你就说你自己抱你一个门面的那个名称嘛就好了呀 那那师傅他他如果是写这个门面的老板的名字的 呃 那个可以吗 他帮人家念的啊 他做他的门面 哦 做他门面为什么写人家老板啊 就是他自己啊 还写自己啊 那还是自己自己比方说是商铺 自己商铺的药金怎么就好了 好的 好的 答案师傅 嗯 第五个问题 彭修他已经许愿不吃鸡蛋了 但是他梦里做梦吃了很多的蛋糕 他这种是否算梦考不过 啊 不是 不是 嗯 蛋糕的话 蛋糕的话是好事情来了 皆中而至了 嗯 哦 好的好的 答案师傅 嗯 第六个问题是 彭修他已经许愿吃全素了 但是目前的情况还是要给家人做婚菜 他想请问师傅 如果他每次给家人做完婚菜以后 就念108遍网身咒 然后说某某吃荤的业障 他自己被请问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嗯 好的 好 下一个问题 呃 同修他已经搬到新家了 准备在新家设我们法门的佛台 他之前是在租的房子里面 供奉了几尊菩萨 他就不想再继续供了 他就会念小房子再把它请下来 但是这个租的房子已经没有再租了 那么他现在要请这个菩萨像下来 他那个抬头 呃 是不是写房东名字房子的要经者 不要 还是 他原来住在里面的呀 对不对呀 嗯 现在搬了 啊 现在搬掉了 还没搬掉了 还没搬走呢 呃 基本上快 他在搬家之前 他这个小房子念不完 所以那个他应该还是可以把这个 呃 还没有请下来的菩萨放在租的房子里面 可能还可以放一段时间 啊 没关系的 他把自己这个佛台请走也可以的 嗯 好吧 他这个菩萨像他就 以前供的他就不供了 他想供心灵法门的佛台 啊 那个最好慢慢要收掉的 嗯 慢慢收掉 那还是抬头去 还是写他名字房子的要经者 对对对 嗯 跟菩萨讲明一下 是以前租的房子的 我用不着讲的 用不着讲 都知道了 嗯 好的 好的 咱师傅啊 下面还有几个梦境 请师傅慈悲解梦 嗯 同修他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里面有三个情节 第一个呢 就是他在梦中 他怀疑他的先生隐瞒了什么事情 先生跟他解释没有 但是梦里同修不相信他先生 最后他先生举起右手 就说请观世音菩萨坐镇 然后梦境就转到另外一个情节 梦到自己一路上口吐血块 吐了好几口 最后倒在家门口 满嘴都是血 家人把他抬定了屋里 梦境最后又转到一个情节 就是看见同修看见他的父亲 坐在床上说哥哥的事情 但现实中 父亲2010年就过世了 学佛之前也从来没有梦见过 自己的父亲 请师父慈悲解梦 父亲还活着不了 父亲已经过世了 过世吗来要小房子呀 来要小房子啊 讲得不 然后他就梦到自己 一路上扣出血块 然后倒在家门口 北夜北夜北夜 北大爷 要当心了 费礼出问题了 他再不给他父亲念的话 他费礼会出问题了 哦 那像这种至少21张小房子 对不对 你说呢够吧 不够啊 想让他住血块的 我告诉你没有108张 你根本过不去 哦 就是给自己的父亲 学念108张小房子 很厉害 好的 感恩师父 第二个梦境就是 同修他给流产打胎的孩子 念了21张小房子 烧送最后三张的 前一天晚上他做梦 梦到自己的老公怀孕了 肚子已经很大了 感觉里面的宝宝还蛮乖的 请师父开示 这是流产的孩子 超度走了吗 有可能的 哦 就有可能超度走了 对 嗯好 然后第三个梦境就是 同修他的媳妇流产了一个孩子 同修给他媳妇 烧了45张小房子 给他媳妇的孩子 然后梦见自己在媳妇的家里 不知道谁给了他一个孩子 他跌住以后 孩子被他弄痛了 不开心 一只手乱拍地 就是请问师父这种 是不是他给 他媳妇流产的孩子 念的还没有超度走 没有超度走啊 在身上搞他了 搞他媳妇 他媳妇会有麻烦的 哦 那像这种情况就 还是要念多少张 59 59张 哦 感恩师父 然后第四个梦境就是 同修他梦到 田地里有很多的硬币 然后越减越多 请师父解梦 很多硬币越减越多是吧 他烧下 他们家里肯定有人 烧名纸了 哦 烧名纸到了地府 全是Coin 全是硬币 没什么用的 嗯 好的 咱师父 嗯 还有个梦境就是同修他 梦见他在梦里拉大便 拉得非常的快 感觉还弄脏了 自己左边的衣服 请师父解梦 有钱了呀 嗯 除非 他现实当中真的拉肚子 否则的话 就是有财运 嗯 好的好的 感谢师父 嗯 有 还有个梦境就是 有位 师兄他梦到 佛台的 观地菩萨 那边的油灯 一下子 非常大的火 然后砰 一身火 又移到了香炉上 一下子火又没有了 然后在香炉上 显现出了一个 红色的小盒子 然后梦就醒了 请师父解梦 有重要的message给他了 这个一个礼拜当中 他会要接收到 菩萨的一些信息的 嗯 嗯 好 感谢师父 然后最后一个梦境 就是有位师兄 他梦到自己去买榨菜 那个商店有很多的人 大家都在排队买榨菜 后来他看到榨菜 变成了黄黄的莲花 然后他意念中 这莲花是假的 啊 后面看到这么多人在排 他也没有买就走了 请师父解梦 啊 这是有人假修 在他身边的 嗯 嗯 在他当心点 不要 不要给他 给人家太多功德 嗯 因为是假修的 嗯 明白 好吧 好的 感恩师父 今天的问题就问完了 请师父保重身体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谢谢 喂 你好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安 啊 弟子有一些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始 嗯 等一下 叫一下问题 嗯 嗯 喂师父 啊 听见吗 师父 听见 讲吧 啊 好 对不起 请问师父 挂您写的静心的字画 在佛台旁边 是否更容易得到您法身的加持 叫他挂挂看了 嗯 明白了 好 明白了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上香求菩萨时 是否要发出点声音比较好 而不只是在心里求 却不发出声音 嘴巴发出点声音是重要的 有时候重要的事情 不但心里要有 嘴巴里要有声音出来的 嗯 好的 明白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叫声闻菩萨了 哦 要闻又要有声音的呀 嗯 哦 明白了 嗯 明白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佛台上 摄灯照着观心菩萨的光圈 是否不能太小 多大比较适合 大一点的 至少观心菩萨一个大的一个 一个谈 谈成呀 嗯 哦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师父开示过紧急的事情 或者有大的愿力时 可以磕响头 同学发现 跪在拜电上 磕的不是很响 那请问师父 他可以直接磕在地板上吗 还需要 不是 磕响头不是叫你磕在地板上 磕响头就是叫你真心的 用头在磕呀 不一定真的响的了 你这个自己的头脑震动 就叫响了呀 哦 你真的要磕响头啊 你又不是又不是练气功了 啊 对不对啊 嗯 好的 好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如果我们平时求菩萨托梦 回答很明显的话 是否可能是护法神的提醒 而回答 如果不是很明显 需要师父异梦的话 可能是菩萨对我们的一种提醒 都有可能 一般的护法神就比较直接 如果是菩萨 你基本上都要异梦的 嗯 好的 因为菩萨的语言 菩萨的思维 因为它跟人间不一样的嘛 嗯 它是一种比喻高尚呀 我问你一个人 经常比喻当然高尚了 比你白话当然是好很多了 哦 明白了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你肚子很饿了 对不对啊 嗯 你白话就说 妈 我肚子很饿了 嗯 还有一种呢 高尚一点呢 对不对啊 今天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 我们能不能早些吃饭呢 哦 你说哪一个文静啊 第二种 好了 嗯 好 明白了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上周六的图腾节目里 师父开示 一个同修 他不能针对他的耳鸣 许愿十万遍往生咒 否则如果过去的散灵来找他 就麻烦了 要让他一万遍 一万遍的许 那请问师父 这个是有普遍性吗 有啊 一个大愿力 至少一万遍以上啊 一般小金的话 嗯 这个同修 他就是说 他想许十万遍 但是师父让他一万遍 一万遍的许 怕他许的太多 会过去散灵来找他 因为许的是往生咒 对啊 往生咒 你许这么多干嘛了 你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告诉别人 你说 你有一万块钱 那人家知道你一万块钱 很快用完了 人家不跟你 很多过去债主事 他就不来问你要了呀 你跟人家宣布 我有失败 那么人家 你欠人家两万三万的 他全来了 嗯 明白了 所以说这个 我们大家都是有普遍性的 哦 这绝对普遍性 就是说往生咒 是一万遍 一万遍的许 但是其他的经文的话是 比如说姐姐这话就是可以十万遍 是这样吗 可以可以 好 明白了 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一个人现实报 是否说明他的业障比较轻 对啊 我不是跟你们都讲过了吗 嗯 是的 马上报了吗 就说明你已经 一有事情 马上就消掉了呀 你比方说你欠人家 欠人家很长时间 你比方说你比方说欠人家 已经欠人家十万了 你就十一万一千 没感觉了呀 如果你这个人 从来不欠人家钱了 你欠人家一千 你马上就要还掉了呀 对不对呀 哦 明白了 嗯 那请问师傅 这个一般是多少比例 有一个大量的范围吗 还是 你说什么意思啊 听不懂啊 就是说 呃 现实报 说明他的业障比较轻嘛 那这个业障的比例的话 大概是多少 可能会有一个范围吗 比如说二十啊 还是多少 业障啊 现实报啊 至少身上还留有二三十的业障啊 你也可以马上现实报的呀 哦 明白了 或者你突然之间做一些大大坏事 已经超过你的百分之二十三十了呀 现实报了呀 或者你 本来还有二三十的 比方说不好的东西 你要是做些大好事的话 马上就现实报就好的就来了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嗯 好 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 之前师傅开市 一般被压身了 需要那二十一张小房子 那请问师傅 灵性压身一般有哪些原因呢 一般嘛 你欠他的了 或者你住在他家了 这个地方本来是鬼控制住的 他的家 嗯 还有嘛 就是家里的长辈了 过去你欠他的 都可以来压身的呀 嗯 还有嘛 就是地府 有人来拉你了呀 哦 啊 明白吗 好的 但是我们平常要 怎么判断是哪种原因 你要判断干嘛了 对不起 你最好的判断就是 不要压身是最好的 嗯 就是多年小房子 啊 你就等于人家来压身了 你说你是谁呀 你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了 嗯 你最主要问题 让他不要来压身就好了呀 你是什么鬼呀 你可以问不了 不可以 对不起 明白了 但是我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法会上 充满法喜的笑 是否可以把身上的黑漆给打散 哦 打得可多了 哦 你跟着 你跟着大家一起笑 嗯 弥勒佛呀 嗯 就完全就是一种正能量出来了呀 所以很多人人家在笑 他不笑 这种人很可怜的 嗯 听得懂吗 人家笑得这么开心 他笑不出来 你说这个人可怜吗 嗯 好了 好 那师傅那我们平时如果也是听到您的开示呀 很乏气的笑那这个跟法会上 补自己的身体 不脑子坏掉啊 是的 嗯 好 感谢师傅 嗯 那请问师傅 笑的时候一个人的眼积动了 是否才是真正的笑 如果是要观察其他人 你专门 你专门就是把我讲的东西再拿出来还过来再问我 你当然了 你这个人从内心发自的笑 全脸都会动的 嗯 你如果要是应笑 只是皮笑肉不笑 你只在局部运动呀 好了 嗯 好 感谢师傅 就希望大家 更多的人能够 呃 听到师傅更好的开始 嗯 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 同修改名字后 师傅梦里叫过他的新名字 他就以为自己升文成功了 但是最近两次 总是梦到自己的老名字 那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了 灵动性不够呀 新名字 哦 就是还需要多教才 当然了 那他还需要再升文吗 还是只要叫一般的 一般的三个月呀 一百天才能起效果呀 他这个已经超过一 三个月了 那就教的人不够呀 好 明白了 嗯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之前师傅梦中提醒一个 同修要注意腿部 多运动 后来同修就发现 自己做的时间长了 血液严重不循环 你知道很难受 他吃单身片 多喝水 不吃糖果 也许愿三大法宝 情况有好转一些 但是还是会比较难受 那请问师傅 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改善吗 没有喝汤 肚子饿喝汤 平时尽量少吃饭 少吃东西 哦 好 明白了 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 同修一次在不信佛的家人群里法布师的时候 一个长辈造口业 那同修就进行合理的解释护持政法 可是长辈继续反驳 同修就不再和长辈争论了 另一个同修知道了 就建议他暂时不要在这种不信佛的家人群里法布师 请问师傅这样的劝告如理如法吗 如果你一直有人反对嘛 你当然还不如不要让人家造口业啊 嗯 听懂吗 人分不到就先随缘 啊 不要逆缘呀 嗯 明白了 好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的手机号码里不是太好 可能有带四这个数字的话 那是否不常用 就没有灵动性了 就不会有影响 不常用手机号码 你把一个概念混淆了 哦 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有菩萨保佑的话 信佛的人和不信佛的人 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呀 嗯 这种嘛 像这种事情嘛 信佛你还怕什么 嗯 明白了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最近过年梦考很多 菩萨在梦里提醒 同修 如果考试不过 最大的问题是自己功德不够 那请问师傅是这样吗 是的呀 功德不够 造成你很多的麻烦呀 烦恼呀 嗯 好的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师傅之前开试 许愿仪式修成 业障会集中在三到五年爆发 那请问师傅 是否五年之后就 基本上不会有很大的业障 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情况而决定 你说什么之后啊 什么决定 就是说 师傅之前开试 许愿仪式修成 那业障会集中在三到五年爆发 那同修就想请问师傅 是否五年之后 那基本上就不会有很大的业障 是这样的 是的 是吗 是的 他如理如法的 好 感谢师傅那地祖族同修的一个分享 师傅听一下 三大法宝打败95%恶性肿瘤的可能性 先生逃过一劫 2016年7月 先生开始发烧咳嗽 他没当回事 吃了一点感冒推销药 但每天下午热度又会上来 持续五天没有好转 我就带他去医院挂急诊 做常规检查 医生说先当肺炎来治疗 要一周盐水 7月18日 我去挂急诊 遇到肺部主任医生 他说 你先生这个病有可能是肺癌 建议过一周再做一次增强CT检查 说实话 我心里也很紧张 虽说自己平时念经吃全素 听台上节目 但此时我心里也是没有底气 回家后 我马上打电话给师兄 他说在没打通图腾电话的情况下 一边治疗 一边用三大法宝 一定能够治好我先生的病 我马上跪在佛台前 祝愿 叫我先生不杀生 不吃活的海鲜 一个月吃两次素 并放生一万元鱼 年底我要度一百个有缘人 念诵一波69张小房子 师兄帮我向其他师兄 结约了30张小房子 还帮我联系鱼老板放生 两次放生 共6000多元的鱼 7月30日 要去住院检查了 先生说 我们就在家门口的菜场买鱼放生吧 一个鱼摊 只有36条黑鱼 我们全部买了下来 正好骑电瓶车 出来转弯的地方 先生马上停下来和我说话 刚刚卢台长拍了我一下肩膀 说 你放心的去吧 你救了36条黑鱼 黑鱼也会救你的 你放心吧 我当时很激动 又再问了他是真的吗 他坚定的说是真的 和电台里说话的声音一模一样 我当时就感动的哭了 我深知我先生有救了 8月3日全身检查后 医生说这个肺上阴影蛮大的 有四公分一定要开刀 凭经验判断95%是恶性的 5%是良性 我听了以后还是很淡定 我坚信心灵法门会创造医学奇迹 8月4日 先生进了手术室 我和女儿还有师兄一起念诵大悲咒 手术两个多小时的时候 突然女儿说 妈妈我的耳边都是白人合唱大悲咒的声音 我想先生有救了 是观心菩萨来慈悲加持 手术过了四个多小时 足道医生说 你先生肺部开出来的囊肿有五公分大 凭我们十几年开刀经验 这个肿瘤的外形都具备了癌症的特征 但是切出来没有癌细胞 为了对病人负责 叫其他手术医生一起再仔细的研究过了 还是没有癌细胞 你先生运气真好 逃过一劫 我听完马上眼泪流了下来 感恩大慈大悲观心菩萨救了我先生 精灵法门真实不虚 先生手术后身体恢复的很好 一点也不像开过大刀的人 现在他也开始念经了 有慈悲心 经常买菜的时候看到路边有活鱼 他就会买几条放生 非常发喜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心菩萨和护法神原谅 请师父指证 很好啊 很好啊 希望全世界每个人都这么慈悲就好了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弟子今天先问到这里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请师父注意身体 师父再见 喂 你好 师父好 师父稍等 师父 嗯 师父 师父稍等一下 嗯 师父好 弟子给师父请来 师父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 嗯 好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父 嗯 师父您稍等 我要个问题 嗯 哎 呃 师父 那个最新 不是那个 那个佛子前进游击啊 最新出的说是那个 呃 当时他是这样说的 呃 此时东方台电话响个不停 来自许多区域的护法天神 正向观世音菩萨 观地菩萨 禀报各处地方佛子 打电话的情况 及他们的请求 观地菩萨手中天书 不断涌动金光 让护法神帮助 因缘 聚 因缘聚足的佛子 打通节目电话 呃 请问师父 嗯 你说这个因缘聚足 呃 是有哪几个方面呢 师父 这个问题 因缘聚足们 终善奉行啊 诸恶末作啦 过去的根基很好了 这辈子在好好的修啦 没有什么假修啦 都是真修的啦 对不对啊 嗯 哦 那是这样 那师父 那打通 那师父 你们看他这样说 观地菩萨手中的天书 不断涌动金光 让护法天神帮助 因缘居足的佛子 打通节目电话 那这样说是 图腾的节目 是观地菩萨掌管 是这样吗 师父 护法神 应该说护法神都管理的 嗯 你比方说 你一个 你一个好的 弘法的 弘法的事情 你说来 这么多龙天护法 这么多菩萨 你不能说 哪一个菩萨管的呀 大家都参与的呀 哦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师父 那你说 那师父 最后 最后他是这样说 佛子打通图成电话后 负责该区域的 不法天神 会立刻向前 向前 向菩萨禀报 该佛子 每日的经文数量 攻克于小房子 佛子愿力 观地菩萨会在一旁 彻查佛子 是否精进修行 以及是否如理如法 虽然是重道 那师父 打通完了之后 那师父给他 开除了小房子 和放生数量 观地菩萨还一一盘查 是这样吗 师父 再检验一下 是这样吗 师父 不是 不是检验的 菩萨 是看你打进来的人的素质 你打进来的人修心情况 菩萨呢 就是给你可以更多的加持啊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打进来 说自己身体不好 一会就好了 每次打进电话 马上就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 这护法神在加持他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明白 那师父 如果有的 有的佛子打进去了 但是他没有那样好好的努力 没有好好修行 那护法神会怎么处理呢 师父这个问题 也不会惩罚 也就是说不给他加持呀 不给他加持的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一开始 嗯 师父 再问个社佛台问题 师父 社佛台的时候 师父的法神一般来吗 师父 这个问题 哦 要看的 不一定去的 嗯 嗯 因为法神的话 什么样的情况 师父的法神 一般的 一般的有缘分的 后面这个人 呃 才会呢 哦 好了 好 谢谢师父 开始 那师父 呃 社佛台时 除了东方台的几位菩萨都来 一般由 由哪几位菩萨来祝员呢 社佛台 像斗战圣佛啊 唐 唐 唐僧啊 或者那个 呃 战堂功德佛 呃 战堂功德佛啦 还有嘛就是 嗯 还有嘛就是 你比方说像 像那个 嗯 呵 观地菩萨 基本上都来的 嗯 还有嘛就是 都来 嗯 还有嘛就是 观心菩萨 其实你每次 只要正常的 正常的 这个做 做佛台的话 观心菩萨 都会来的 嗯 都会来 嗯 好好好 一定来的 那师父 菩萨之 哦 明白明白 那师父 菩萨之 就是说社佛台时 菩萨来 他这种加持 菩萨与菩萨之间的 这种能量加持 有区别吗 你比如观地菩萨加持 是给他扫魔障 南京菩萨 给他协调人际关系 有有 这样有区别吗 师父 您开睡 哦 有的有的 嗯 比方说 他家里 哎 他家里比方说 有西方教的 那么 那么南京菩萨就过来了 比方说 他家里有病人的话 那么观地菩萨 大慈大悲来看 如果他 社佛台的原因 那是因为 比方说 家里有灵性 有魔障 那么观地菩萨就来了呀 嗯 他每个菩萨都有 不同的 哦 岗位 他们都来加持 不同的事情的呀 哦 明白 那师父 您的法善来 是怎么样呢 嗯 我没有 大家说一说 我觉得除了弟子 你是弟子的话 总是要加持一下的呀 就像你们来参加法会一样的呀 明白吧 嗯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那师父 社佛台时 观世音菩萨会给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给大家 打 呃 甘露呢 师父这个问题 是 你说是开法会是吧 嗯 不知道社佛台 啊 社佛台的话 要看着 如果这个佛台如理如法 这个 主人非常的虔诚的话 或者社佛台的人 非常干净 菩萨一定会 给他撒干露的 如果 不符合我刚刚说的几个条件的话 不一定了 嗯 不一定 哦 明白明白 那师父 也有机会撒曼陀罗花吗 师父 这个跟 一般的曼陀罗花是大的 指大的法会上 嗯 大的法会 消零零点五的业 那师父 在什么样的标准下 能消零点五的业呢 师父这个问题 社佛台是吧 嗯 但是 您以前 社佛台的话 因为第一把观世音菩萨请过来 第二 你让人家家里 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就是 护佑 那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给人家家里带来菩萨了 那你给人家家里能够带来菩萨的人 你自己怎么不消夜啊 零点一零点二零点三 只不过 那是代表着你今天社佛台的心呀 你的心如果很虔诚的话 那你可以百分之一百的得到菩萨加持都有可能的呀 零点一就是指的 最少最少 至少至少也有零点一的功能 功德 也就是说你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呀 明白吗 功德无量 啊 啊 啊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支 师傅 嗯 你讲一下 做了好事不留名 是一种无相不失吗 师傅 您开支一下 对呀 做好事不留名就是无相不失呀 不着相呀 我做了好事叫着相呀 不着相 啊 做了好事都没感觉做好事 那叫不着相呀 嗯 那师傅 我们在 我们在 平时生活中 经济学和修行中 真的是要做到无相不失 是这样吗 师傅 对对对对 就是要无相不失的话 高贵呀 高尚呀 你比方说你今天有水平 你还是平易近人 那就是无相呀 对不对呀 你比方说你今天自己有钱了 觉得自己或者很了不起的话 那就叫有相了呀 因为你看到自己的钱财 看到自己的官位 那就叫有相了呀 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观世音菩萨从不说我救过谁 我救过谁 这是我们感恩观世音菩萨 对呀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师傅 您有点累是吧 不累不累 没事 好 师傅 我在问师傅 曾经一个别一个人看图腾啊 他不是看他的 这个女的和他老公关系不是太好吗 师傅说 曾经给他看图腾 说他那的缘分还剩百分之二十 那师傅这个百分之二十指只是包括善缘还是恶缘是指禁止的是善缘的是不问题 一般的来讲 如果还剩百分之二十就是讲善缘了 善缘了 其实善恶都是缘分了 就是说你恶缘你差不多也百分之二十了 善缘里边善恶都有 当然了一般的说还剩百分之二十就是你跟他缘分要没了了 听得懂吗 那师傅他想 那那不是你听得懂 那师傅他想那个增加善缘 他放生一万条鱼能增加百分之多少的善缘了 这要看的呀 你跟他两个人知道有一方要特别的想和好呀 你这里在放生那里在吵架 你这个缘分怎么能善了 对不对啊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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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师傅你给大家讲讲怎么增加夫妻之间的善缘呢 对他就是相互关心相互了解呀 就像师傅跟你们弟子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我经常跟你们沟通 所以你们才了解师傅 因为你们经常跟师傅沟通 我才了解弟子呀 所以相互感情就会生呀 就是这个道理呀 所以夫妻之间们也是的呀 多换位思考 多想想对方的付出 少想自己的付出 那你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 大大的转换了呀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给对方佛教经典组合放生也是增加善缘吗 是啊 就是这样子呀 你看一起去放生 那是不是结善缘呢 对不对啊 是的 就是这样 共同的爱好 谢谢师傅的 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兴趣 都是一种善缘的 明白了吗 都是一种善缘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持续开示 那师傅 你说人家有说三十 有人说有这种说法 说三十五岁后 有人还夸你漂亮 那你一定是一个不幸 而且是心地善良的人 但一个人三十五岁以前 他的脸是父母决定的 但三十五岁以后 他的脸是由自己决定的 一个人要为自己三十五岁以后的长相负责 是不是我们讲的是向游先生啊 是不是这个三十五岁为一个杠啊 师傅 你开始一下 师傅 这是谁讲的 说是就是说是不是向游先生吗 对呀 那为什么说三十五岁了 三十五岁是是科学家讲的 还是师傅讲的 不是不是师傅讲的 就是说在网上那样说的 网上说你能听的 你一个小孩子 你不好好出来之后 不好好学佛 你照样坏相 你没看见过小孩子坏相的 哦 啊 生出来就坏 坏孩子都有 真的 你看看一个小孩子生出来 脾气坏得不得了 你在飞机上没没碰到过啊 不停的哭闹 这种孩子就是抱得不得了啊 暴躁啊 明白吗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 那他那个脸 脸像就变得很快了 对啊 对对对 实际上父母的脸像占百分之五十 还有百分之五十吗 就是人家说一个是命呀 一个是孕呀 百分之五十是命 就是你爸 你像你爸妈 还有百分之五十就是你的心呀 你心好心不好的话 像会变的 有的 有的 有的孩子 这个爸爸妈妈长得并不好看 但是孩子为什么这么好看呢 孩子善良呀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明白 师傅 这个人一看这个脸就知道了 哎呀 全清楚了 一看坏相 你看电影就知道了 你看小时候我们看电影 一看就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坏人来了 好人来了 坏人来了 一看就看到了 谢谢师傅 现在开始 师傅 下一个问题 夜照爆发或者是过节生病 除了肉体上承担一些病重 还要去花钱去医院买药 或者是做手术等 请问师傅 因为破财 因为不是说破财消灾吗 那这个医疗费 能能医院报销 回来之后 嗯 他又给他 那个破财消灾 他又给他报销了 那他这个夜能消掉吗 师傅这个问题 师傅 破财消灾啊 可以的啊 那就是了 因为你报销会报销的 报销也是你自己的功德所为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报销 他能够给你报销 你有功德才能报销的呀 你没功德怎么报销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是是是是 是的是的 那那师傅 那您开始过转功德会悲业 请问师傅 悲业的量有什么决定 转功德的大小还是对方的 由对方的业障所决定呢 师傅这个问题 悲业是吧 悲业是这样的 你说转功德会悲业 请问师傅 转功德会悲业要看的呀 你比方说 你转出去功德 你就说自己个量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是 一味的说 我转功德给他 说 那么你这个悲的就厉害了呀 一般的你转出去功德 不会悲的呀 比方说 我给你多少功德 加我一场法会的三分之一功德给你 那给掉了就给掉了呀 给掉了你 这个悲业不是悲业 就是你少掉功德了呀 实际上也叫悲呀 哦 对不对啊 哦 对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好 您看师傅 很多事情 当我们最初许愿求菩萨的那一刻 解决的时间就已经静下来了 那请问师傅 同一件事 当初许愿求过之后 还要重复体求吗 师傅这个问题 可以呀 你因为 你不是怕怕菩萨记不住啊 而是你不停的求的话 菩萨会不停的感应给你能量呀 每天要求的呀 那师傅 每一次 每天要求 那每一次求会加速事情的速度和效果吗 我问你一句话 还是按照正常的远范时间 我问你一句话好不好 你你刷牙每天要刷不了 刷刷刷 你每天不刷的话 你到时候不是牙垢就多了吗 牙齿就黄了吗 对对对 你如果每天刷的话 对 是不是 是不是加速你的牙齿变了白啊 没有牙齿发炎呢 好了 一样道理呀 对 对 哦 明白了 谢谢师傅 所以开始 师傅 有所有过去发过的誓言或者是毒誓 需要念多少遍离合大臣会文才能去除呢 师傅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要看感应的呀 如果你发的毒誓 你发的毒誓 如果你当时有护法神走过 或者有过路神走过 他把你记下来 你这个毒誓就起作用了 那你就不是一遍两遍的 如果你发的毒誓的时候 你小的时候有口无言 有口无心 随便讲讲 可能就过了 没什么事情的呀 不会发什么事的 这就是看你当时的呀 不会发 你倒了没了 所以人家说你碰上了就碰上了呀 就像警察测你酒精一样的 开车测酒精一样的 你碰上了你就倒没了呀 他又不是每辆车都撤的了 听懂了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那护法神如果经过的话 他发了毒誓的话 需要念多少遍 李佛大厂会文 一般的你发了毒誓之后 你不做的话 你一直倒霉嘛 你就要多念了 像这种49遍700的呀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师傅 有一个人为 他那个考试 考试通过 为这个考试拿出了很多功德求 结果还是没有过 那他 他这些功德是用掉了 还是给他反弹回来了 没有用呢 他没有通过 用掉了 为什么知道吗 那他没通过也是 没通过 下一次就通过了 用到下一次了 累积的 用到下一次了 或者消掉你这次本来倒霉的业了 或者本来你这次没通过的话 你本来会很痛苦的 后来因为你念了这些经之后 你不痛苦了 都算的 都算的 哦 明白明白了 好好 谢谢师傅的 实际开始 师傅 呃 最后一个问题 呃 曾经不是以前节目录音中 观世音谱上说 就分享过有一句话吗 他说是 凡 凡发心事成正觉 乃至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 为师必定 弥补人间所失 到平安吉祥 华清古恩怨 为师 导消业障 内心光明无量 大放光明 待为师与你师父 适度众生 为师必定 欺来接引 往生善道 乃至成就正等 乃至成就正觉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 请问师傅啊 您曾经开始过 许愿仪式修成 在五年内集中爆料 那请问有的朋友许愿 无上正等正觉的话 业障爆发提示多久呢 师傅这个问题 业障爆发很厉害的呀 如果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你根本做不到的话 那你就把过去的业都激活了呀 这就相当于你说一句话 人家叫你还钱 你还不出来 你说我倾家荡产也要还 好了 你倾家荡产 你是不是把家里东西全卖慌了啦 那是不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愿好大啊 是这样 对啊 所以不能随便求的呀 你做不到的呀 无上正等正觉很厉害的呀 那是否这个无上正等正觉 是否相当于四红愿中的佛道无上是愿成啊 是这样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至少要有这个境界 你才能做到这个心呀 对不对啊 是啊 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 好 这个要谨慎是吧 这个愿力 这个愿力就是说 做不到你不就撒谎了吗 是 明白明白 好 明白明白 好 师父今天的问题 外面到这 感谢师父 感谢师父感谢 这一步的 师父再见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你好吗 喂 我 十号 师父你好 师父 我快一点问 其他问题 稍等一下 有问题呢 师父 我问一下 那个 就是 同修就是 想要设佛台 佛台后面是电机房 这电机房 是放了一台机器 这个机器是用来控制电梯上下的 那请问这个位置可以设佛台吗 电机房们没条件就设了 有条件总归不大好 因为机器也拱啊拱啊 影响气场的呀 当然越安静越好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好的好的 行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 有一个同修 他看到有个同修分享说他他平时名字都是用简体的 然后他写小房子写了繁体 然后就梦见小房子有问题 请问师父 小房子上面的简体字和繁体字是不是有区别啊 没有什么区别的 其实都 其实都看得到 你要知道 人间任何件事情 天上地下全知道 哦 明白 你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人家你动个小脑筋 天地鬼神都知道的呀 你不要以为天上 有的时候我们动的鬼脑筋呀 其实都是鬼的脑筋呀 鬼 鬼早就会了 用得着你 用得着你学的 你动出出来的脑筋就是鬼点子呀 对对对 好的好的 那可能他梦见的小房子有问题 就不是这个简繁体的问题 是其他的一些质量 或者是其他的 好的好的 我让他注意一下 还有就是同修 有一个女同修想问师父 如果他来来立室的话 在观音堂能不能天油灯啊 他只要当时很干净 他就可以天 好的好的 感谢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就是同修梦到共修时 每个师兄手上拿着一把剑 在缓慢舞动 做梦人自己拿着的是一把断了一半的剑 师父开示一下 他们在打磨呢 打磨的话 他已经被磨打掉一断一半剑了 那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要注意些什么吗 对他有什么影响 当然有影响了 就说明他的能力 能量不足呀 是好好好 那他还是要好好多念经 加强大悲咒 师父 就是有一个现象问题 就是如果有一些同修在观音堂 就是说他可能不注意 然后就不断的就是会放弃嘛 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对不尊敬啊 是啊 是有点不尊敬的呀 你要知道自己如果控制不了肚子里的气嘛 你往后站在呀 自己们喷点香水啦 或者不要有声音啦 你觉得影响人家 你当然应该出去了 像这样这种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放弃的话 你不就等于上卫生间一样啊 你总不见得往生间 你在上卫生间的时候 你把门打开啊 一样道理的呀 你不尊敬的事情 你就当然不能在佛堂里做了 嗯 明白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观音堂如果准备搬迁到新的地方 有了新的佛台的话 旧佛台上平铺的那层玻璃 可以结缘给佛有家里的佛台使用吗 可以的 好的 那佛台旧玻璃如果不用佛台 不用在佛台上 而用于自己的写字台上可以吗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香炉 就是香炉围 香炉上的那个金色的那个围圈 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它可以用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的 还需要念礼佛吗 不要擦擦干净就好 嗯 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然后童修梦到河岸边上有好多甲鱼 乌龟 鱼 有好多人在捡 意念中捡了要放到另一个地方去 现实中童修有时会去渔民那里买鱼 然后去其他地方放生 请问这个梦 和这个梦有关系吗 那就说明他过去生中有过钓鱼啊 捕鱼啊 他有这些情况呀 不是太好 叫他要要修的呀 要修掉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童修他在弘法中遇到了一些阻碍 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歪曲事实造谣重伤 童修就求菩萨主持公道 之后就梦到自己手里拿着黑金刚 梦里很开心的说黑金刚 黑钢精 请问师父 这个黑金刚是什么意思啊 黑金刚啊 你看过那个金刚菩萨不了 金刚菩萨看过 黑的金刚菩萨看见过不了 有有有 有看到过 听不懂啊 他是黑金刚 那是不是就是说 那这个梦里说明他是提醒他 做金刚菩萨呀 就是要打磨在互持互罚 做金刚菩萨呀 明白吗 行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就是童修梦中 他正在就是浮案写着东西 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打纸 大概A4这么大 上面密码写了很多内容 突然画面中出现了一个金光勾勒出的钢笔轮廓 闪闪发亮 一下子把童修写的内容全部套起来了 照在了金刚笔里 你清楚的知道这个金色线条勾勒出的笔叫金刚笔 请问师父金刚笔是给他加持了吗 金刚笔一定的 一定加持了 这种算法器吗 应该是的 比方说你 你比方说你有金刚笔啊 或者你有过去庙里的浮承啊 都是你的法器啊 你今天拿一支箱都是你的法器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此的一开始 师父还有多少时间啊 还有三分钟吧 三分钟 那我念一个分享 我就结束 师父听一下 感恩官师父 感恩师父 童修在2019年9月6日 因越是不正常 去医院做了血肠规和DPS检查 报告显示 病变细胞7个 正常增生或疑视病变细胞622个 医生诊断 有癌变的可能 建议去HPV检测 10月8日 童修按照医生的安排 做了宫颈活检 加ECC检测 从做活检的医生的语气和神经里 童修已经预感到 这次的检查结果不好 医院通知15日取结果 这也是参加法会动身的日子 童修索性就先不去取这个化验单 一切都留给法会后再说 法会期间注释顺利 法血充满 还闻到了檀香味 并且感受到了菩萨妈妈的洒干露 童修也许愿了吃全素 用参加法会50%的功德 来消妇科病的业障 一年内800张小黄字给药精者 放生49只甲鱼 2000条鱼 红打度人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回国当晚 小姑子告诉童修 他已经去医院吧 检查报告已经取出来了 医生说属于早期宫颈癌 需要马上做手术治疗 童修心里虽然早已经有了 接受坏结果的准备 可真听到了这个结果 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第二天 母亲陪童修去妇幼医院重新检查 医生要求再重新做一次会诊 10月27日28日两天 童修共放生1000条鱼 49只甲鱼 之后会诊结果出来了 医生说应该问题不大 童修想起了27日晚 菩萨妈妈在梦中闪过 童修明白是菩萨妈妈在救他 10月31日 所有的复杂 结果出来了 确定不是宫颈癌 也不用做手术 同修喜机而起 法会的力量太不可思议了 之前的医院诊断为宫颈癌前期 必须进行切除手术 家里连做手术的主任医师都已经安排好了 而如今 癌症直接消失了 正如师父所说 一场法会可以消掉一个癌 真实不虚 真的很幸运 我们能遇到这么好的法门 无比的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和父父而生 菩萨慈悲原谅 这就是菩萨的力量呀 就是观世音菩萨直接帮我们了呀 对的对的 他直接就不用动手术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所以人要相信啊 不相信你怎么弄啊 是的是的 今天的问题就到这里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再见 再见 喂 哎呦 跳进来了 哈喽 财萨 哎呦 赶快赶快 没时间了 只有给你 给你三分钟时间 三分钟过了财萨 过了了 讲吧 同修梦定 同修梦定 到电器 不知道电器是上还是下 电器很快 很快 同修有点害怕 蹲下来 一会儿电器停了 有人躲出来 然后一个人告诉同修 你要到的地方是星星 月亮太阳 请台阳给梦 进行月亮太阳 是偷偷入到的 以后吗 没有没有 预介天 预介天 这个梦是好还是不好呢 也是好啊 总之在上面 好很多了 哦 太阳 第二个 同修说他在心脏不舒服 认定很吃力 叫师父给他加持 给他加持一下台阳他讲 好啊 嗯 好啊 嗯 好 好 好 父母娘 台阳帮我开示 两句 两句 啊 你自己要多学佛 好好的要念经 要坚持 啊 千万不要把菩萨的话当感儿戏 明白了吗 啊 好吧 明白 OK了 好 再见 好 感恩台阳 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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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